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周小鱼 欢迎回来有问必答的环节 欢迎各位家庭观众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你自电电话热线204-6566 或将问题电邮到ask-bschannel.com 这次请来Jason解答你们股票问题 Jason你好 是的,事不宜迟,跟你听听 各位家庭观众的电话有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是,谢谢你 你好 我想问390,中铁和铁件 我现在未有,未入价 我想是哪一只好些 还是哪个价位才入价呢 好啊,390有中铁,最新股价6.21 另外想问这只股份和中铁件 是哪一只股份是比较值得投资呢 其实两只股份的走势也好 或者业务,基本面方面也好 都是相当接近的 所以你问我两只来选择 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 如果你说看它们最新出的第一季度的 就是营运数据 接那个订单的合同的金额呢 中铁,390方面就升2.1 至于你说1186,中铁件方面 它都有个升幅的 大概是升1.6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单港第一季 中铁方面就相对好一点 但我觉得那个差别不是太大 如果你说港铁390的价位方面 就见到它在昨天 或者上个星期五 都是跌了些下来 亦都是今天曾经跌穿过 我调二十天线的 最低落去6元 但幸好见到到6元这些位置 即时是有个反弹 不但见到跌幅是收集了 甚至乎刚刚出现一个轻微的倒升 我觉得暂时调二十天线的支持 应该都算是挺稳定的 所以如果你说这只股份要买 我觉得在现价这些位置 可以去博的 你定的止洩位很简单 如果去年今日那个低位6元都跌穿 那你就可以走一走些货 那你上望博的空间 就可以看上去大概6.6 至到6.7这些位置 所以你说上面博就博大概5至6毫 那下面你说定止洩位方面 输输输2毫 那我觉得在直博率方面 都算是挺高 谢谢Jason 今天见到186最新股价9.8 升幅超过3% 李先生有没有其他的股票问题 没有了 好 谢谢你的电话 另外想问一下 Jason 这个同一角的板块 有1800 看到1800 中交建最新股价8.98 相比于刚才那两只股份 这只股份是否值得投资 这只股份就刚刚出了那个营运数据 就是刚刚提到第一季度 那个新接订单方面 它就是三只来说最差的一间 它那个按年的增幅方面 都是只有2%左右 那远远落后给另外两间的同业 所以便上你见到它近期的股价方面 跌幅都最明显的 或者说它由10.2这些位置 跌下跌到现在只有9元以下 都没有了接近是一成以上的 那你计算一下 调整幅度 它算是比较大些 但是由于它的基本面 或者说它最新出的 它的营运数据都比较弱些的关系 即使你说未来的市场是再升的 或者这个板块再升的 它的股价短期来说 都可能会比较落后一点 好啊 谢谢Jason 那电话旁边呢 有第二位的家庭观众 还有黄小姐在这里 黄小姐你好 是 两位支持好 你好 谢谢Jason 我想问一下966和2318 两个保险股 966我就16元有货 而2318我就36元有货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 如果可不可以再加注呢 如果是什么水位加注 还有没有上网空间 去到哪里要出呢 都是断线的 好啊 那2318有平保 最新股价36.7元 股价偏远 而966有中国太平 暂时股价16.34元 跌幅1% 2318就36元有货 都是轻轻的水位赚 96616元有货 这两个股份应不应该再加注 可以上网到什么空间呢 你说966方面的走势 或者应该这么说 整个保险板块近期的走势 都是比较弱一点 之前你说升的时候 又不是升得太多 这一股回落 也是基本上 就是四月初那段的升幅 很大部分都叫做消除了 暂时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主导住这个板块 所以在走势上面 我都相信 仍然都会维持一个上落市的格局 966来说 跌到到现在大概16元的位置 都希望可以叫做有个支持 因为50天线都有个力度在这里 你说接下来再跌 希望就不要再穿15.5元 因为这个位置一旦跌穿的话 整个走势都明显会转弱的 那变相如果你说拿了货的 下面可以稳固起见 定个止蚀位 如果是穿15.5元的话 我都建议你先走一走那些货 那相反地 如果你说下面不穿这些位置 那上面你望回 就希望它可以弹回上去大概17.5元 至到18元那些水平 就可以考虑去到食谷离场先的了 那主理说说2318 评报方面 同样地 如果你说36元有货 那现在有少少利润在手 暂时你可以先选择持就住 那接下来就不要跌穿下面的50天线 说的是35.2或者35元这些位置都很关键 这些位置不穿的 那你都可以接下来 就要走一走的了 好 谢谢Jason 黄小姐还有没有其他股票问题 谢谢你 好 谢谢你的电话 那电话旁边 是不是还有第三位的家庭观众 嗯 好 那不要紧 我们一起看一看一只股份 看到今天渣打来说的表现 就真是一样 公布了首季的业绩 股价看到早段是受压的 大家看看 渣打股价最新58.5毫半 暂时跌幅超过百分之2 埃近百分之3 曾经今天来说是跌超过百分之4 主要原因都是 全出售贷款资产的反应 就一般的 今天的股价有一个这么明显的下跌 是不是都是主要是 受这个消息所拖累 是的 因为都看回渣打今天公布这个消息 都说到 他打包出售一些不良贷款 相关的资产 但是都遭受到一些基金方面来压价 这个是相当正怒的 因为始终本身那些不良贷款 都牵涉到一些相当高风险的行业 或者本身很多新兴市场 整体的表现都是比较差一点 你说要别人去到 跟你去收购回那类的不良贷款 就是要其他的基金 去给你代收那类的贷款 变相都一定是要打过折扣给人的 但是你说今次要打过接近七折 这个discount 相对来说都比较大一点 所以大家都对于这方面有个担心 更何况就说他本身要去到 或者是出售资产这一步 代表着他整个资产负债表里面 都是叫做有一个大的风险 因为如果你说他本身的不良贷款比例 不是说这么高的时候 他又不需要这么急于是这段时间 或者一个比较低迷的时间 去到出售这一部分的不良贷款 但是他要选择用一个比较低的价钱 或者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来打包出售 代表着他在不良贷款比例上 都去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又或者都开始蠶食到一个比较大的利润 所以变相你说他今次出售这些贷款 或者计划出售这个贷款 消息方面就真的不是这么利好的 而且都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未来会出那个首贵业绩 很多大行都发表报告都看得不太乐观 例如就说好像花旗那边 都许去首贵那个税前的亏损 会有约9亿美金的 收入那边都会按年会有大概3乘3的跌幅 那变相如果你说去到今年首贵 都未见到有个明显改善 那对于渣打股价 特别说这只股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弹了那么多上来 某程度上都会有回跳的压力 好 谢谢Jason 那见到这个版块来说 今天有两只股份是亦是有得升的 分别就是汇控 暂时股价是升0.291% 报51.62% 而中银香港亦是升近1% 最新报24.35% 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Jason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会持有? 没有事有的 等着你 还有分析 我们稍后回到其他有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